這邊我們再跟老師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有提過 你只要在發線裡面看到的都是什麼 公開的對不對 不公開的就不會出現在那裡面 所以如果說您的教材 假設您的教材是屬於就是 我有看過但是我不知道在哪裡 也不知道是哪一個人的 你就來這邊搜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搜尋 你就在上面撒入關鍵字 因為剛剛有老師說要找我那個輸入法 有沒有已經輸入法了 那你就找一下輸入法 只要你還依稀記得關鍵字就可以了 好那你就按個Enter開始搜尋 這樣有沒有就找到了 只要是開放的你就可以直接按加入 那一樣可以選擇引用或複製 如果你想要自己設定過關條件 你就用複製的 我用一次複製給你們看 這就等於說好像您自己輸入網址在這邊放一樣 這樣清楚那個意思 那你就可以有沒有 這個過關條件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叫做完成指標 完成指標 像這樣 我們就想要看完幾分鐘 還是老師批改 那這個新版本還有一個 因為它有一個成績部的功能 所以有些是比較屬於參考教材的 所以在那個付費方案裡面有一個就是你可以選擇 就是同學就是 就是僅供參考學習不列入成績這樣子 OK 好 儲存這樣就可以 記得弄網上這邊儲存一下 好 那 看完這個之後呢 我們還有一個這個擴充功能 我順便跟老師說明一下 剛剛您是不是在右上角這邊有把 瀏覽器的擴充功能裝起來對不對 可是我們有一個筆記的功能沒有講 還記得嗎 剛剛有沒有做一個文字筆記 還有一個手寫的筆記啊 要不夠 因為那個要搭配這個擴充工具 你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在看這個教材的時候 不管是你看影片還是網頁都沒有關係 好 進到這邊來 假設你從這邊開始播放的 好 我在這邊有問題 假設我到這邊有問題 好 暫停 你看 上面是不是有個手寫筆記 你裝了擴充工具之後 這裡是可以按的 有裝了 好 抱歉 因為我這個是 我想到一件事情 因為我現在是 訪客帳號 我現在是訪客帳號 這個功能不能用 但是你如果是一般的帳號 這裡按下去 就會像我們剛剛有沒有那個塗鴉底 了解嗎 我們剛剛那個位的什麼 幽門跟奔門那一一樣 它就出現了工具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畫 畫完之後直接存檔 那你看的影片是在第幾分 第幾秒做的那個紀錄 它會留在裡面 這樣下次你影片撥到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那個什麼 筆記就在那 這樣已經清楚了 好 這個不好意思 我忘記我這邊是那個 所以一樣是像這樣的方式 這樣了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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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